如果说到军援那边 说到军援就是我们说到立陶园 立陶园就送了这20架M113 就过了去 算昨天我们说捷克 捷克就送了一批 我们说到那个Vampire 那个火箭我们叫做M Multi-launch rocket RM-70 RM-70 现在就有M113 我记得M113很有趣 M113我看到最近有些升级 做回上去 我看到上面 我都要看看它好像安装个支柄 似乎含尽其他都可以 有些东西做的 那个好像是Rocket 我没记错 是Rocket 但是Rocket Rocket Rocket 就四年装 应该不会说很多 但是就叫做一些毛病 那你觉得是不是都是一个 因为其实M113很久了 那你觉得是不是都是一个 挺好的改装 就是它是突然间加多了少少东西 M113主要它的载台 比较 比较成熟 好像 它的作用其实跟Henry有些似的 就是乱七八糟什么想装上去的 美军也试过 其他国家也试过 立陶宛这个似乎是装了Rocket Launcher上去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有些直接拿M113 中间拿来做这个逼击炮阵地也试过 流动逼击炮阵地 这个也挺有趣的 所以我只是觉得乌克兰 惨就惨就惨就 它经常塞装备武器给它 它各样都要即学即用 每一个系统也都未必不完全兼容 比如说这些M113和之前美军要援助 它那200架 其实应该很多零件都是后勤维修 都是compatible 但是自己本身的每一个国家送的 即使是同款装备 都有自己不同的东西装上去 那么乌克兰就没办法了 现行现用 这些主要都是 因为它主要是轻装夹的步兵战车 我始终觉得就是 保护上是差一点的 但是都在大平原就比没有好 说真的 还有乌克兰现在都不用心痛了 有些什么事呢 烂了就丢了 所以我们观察 M113似乎进入了乌克兰之后 它应该都 我想乌克兰军队就先三名说 就是应该会帮它改装 上面我们可以期待 它会装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它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你看到现在M113 它们都会有一些涉漏头 在外面 所以它们都会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外面的那个环境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可以放一个R150 我们说 就本身是一个 热成像 就是 变了 无论是日夜都没有问题 物理工測 它也很重要 就是光电系统等等 所以它说可以放 可以放1.5厚劲的重机枪 可以放70mm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rocket launch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那四年装 就是一个 都挺好 那三名你觉得 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武器 改装空间 西北空啊 星光啊 会不会都看到它 全部装上去 都很过瘾 也有机会的 说真的 不过就 怎么说呢 主要在乌东平原作战这些地方 现在似乎的态势是 双方的装甲部队碰面的机会 是越来越少的 这些就变成了 只是本身自己的一些 行进啊 或者是护送人员所使用 所以我其实觉得 它主要用来以后 用什么做得多呢 就是提供了机动性 给他们的士兵 比如说 做这个无人机的控制中枢 或者好像你比我说 装一些星光上去 甚至javelin 装上去那些 其实javelin那些都不用装的了 我想是星光啊 或者是stinger那些可能会好一点 是的 今天就说到他们 就是对一些防空的武器 我相信 都长期都需要的 所以如果那些防空武器 放在车上去 我想怎样都好过放上 Toyota 虽然大家都说 真的Toyota正 流动又快 Toyota四个车四个车到处去 那辆车又够痛 有些什么损伤都不心痛 但是始终 就是我们说 人包铁和铁包人的分别 始终你如果是一辆 检装甲车 整件事真的很好很多 不过也有弱好的 三民兴 是不是俄罗斯 不会做IED出来 或者他们 他们不会做IED 那变成就没有那么害怕 反而乌克兰 他们上次Marvin说 他们的地雷战 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他们是 会先埋伏地雷 然后就在 襲击的时候 就等他们自己 代入地雷阵 然后炸 因为T-72坦克 如果面对地雷阵 应该没有什么防御能力 他就和美军不同 美军大家都知道 在阿富汗、伊拉克 他们真的比不少 我们说那些Humphy 比不少 他们的底盘 就是全部的设计 已经预计了有些IED爆炸 我们估计俄罗斯的BMP BMP2 BMP3 或者我们说BR 他们那些 又或者他们另外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他车 就应该经不起这些 所以乌克兰之前 铺地雷城 这些应该 杀伤来说 对他们都不错 都OK的 但是始终乌冬大平原来说 一望无际 你如果是突然被别人的无人机 看到你的车子 都很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 这装甲车 现在送进来很多时候 乌克兰使用上 都好过罗宾 但是我始终觉得 在大平原那边 这些装甲 他们的作用 的确是越来越少 嗯 所以要看一看 接下来他们慢慢 会有更加多的M113 我们相信就会过来的 看看接下来 如何会被 乌克兰这边使用 好 那就 你们看一下 其他的消息 其他战斗上的消息就差不多了 应该就没什么特别 如果网友有其他 你看到那个资讯 你可以跟我们同声 好 那就一些非战斗的消息 可以 有些人 都会给我们 他们的资讯 要是 有些人